宗徒大事录第十七章 宝露和希拉经过安非波里和阿波罗尼亚来到德撒洛尼 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 宝露照常理到他们那里一连三个安息日 根据圣经和他们辩论 阐明指出墨西亚必须受难并从死者中复活 且说 我向你们所传报的耶稣就是墨西亚 他们中有些人信服了 便与宝露和希拉联合 还有许多敬畏天主的人和希腊人 以及不少的显贵妇女 但是犹太人却起了极度的心 聚集了一些市井败类 结伙成群 扰乱城市 又闯进亚松家里 搜寻宝露和希拉 要拉他们到民众那里 但没有搜到 就把亚松和几个弟兄 拉到本城关长前 呐喊说 这些扰乱天下的人也到这里来了 亚松竟收留了他们 这些人都背叛凯撒御令行事 说另有一位国王就是耶稣 他们使群众和本城关长们 听了这事都惶惶不安 本城关长便由亚松 及其余的人取了宝状 便将他们释放了 弟兄们便立即在夜间 打发宝露和希拉去贝洛亚 他们到了那里 就进了犹太人的会堂 这里的人比德撒洛尼人开明 接受这道极其热切 天天讨旧圣经 看这些事是否是真的 所以他们中有许多人信从了 还有许多希拉尊贵妇女 男子也不少 可是德撒洛尼的犹太人 一知道宝露在贝洛亚 也传开了天主的圣道 就到那里煽动扰乱群众 弟兄们遂立即打发宝露 往海边去 希拉和蒂茂德 仍留在贝洛亚 送宝露的人 领他一直到了雅典 他们领了宝露的命令 叫希拉和蒂茂德 赶快来到他那里 以后就走了 宝露在雅典等候他们时 见城里满是偶像 心神很是悲愤 所以他就在会堂里 同犹太人和敬畏天主的人辩论 每天也在街市上 同所遇到的人辩论 有几个伊碧镇鲁派 和斯多嘎派的哲氏 同他争论 有的说 这个饶舌多言的人想说什么 有的说 看来他是个外国鬼神的宣传者 因为宝露宣讲耶稣 及复活的福音 他们遂待宝露 领他到了阿勒约帕哥 说 我们可以知道 你所讲的这新道理是什么吗 我们听见你说了一些新奇的事 所以我们想知道 这到底有什么意思 原来所有的雅典人 和乔居在那里的外国人 不管其他的事 只是论坛或探听一些新奇的事 宝露遂及站在阿勒约帕哥当中说 众位雅典人 我看你们在各方面都更敬畏神明 因为我行经各处 细看你们所敬之物 也见到一座祭坛 上面写着给喂食之神 现在我就将你们所敬拜 而不认识的这位 传告给你们 创造宇宙及其中万物的天主 既是天地的主宰 就不住人手所见的电雨 也不受人手的侍候 好像需要什么似的 而是他将生命 呼吸和一切赏给了众人 他由一个人造了全人类 使他们住在全地面上 给他们立定了年限 和他们所居处的疆界 如他们寻求天主 或者可以摸索而找到他 其实他离我们美人并不远 因为我们生活 行动存在都在他内 正如你们的某些诗人说的 原来我们也是他的子孙 我们既是天主的子孙 就不甘想 神就像由人的艺术 及思想所致的 金银石刻的东西一样 天主对那愚昧无知的时代 远不深究 如今却传遇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定了一个日期 要由他所立定的人 按正义审判天下 他为给众人一个可信的凭据 就叫这人从死者中复活了 他们一听见死人复活 有的鸡笑 有的却说 关于这事 我们后来再听你吧 这样 宝露便从他们当中出去了 可是也有几个人 依附宝露而信从了 其中 有阿勒约帕哥的官员 迪约尼肖 和一个名叫 达玛黎的妇人 同他们一起信从的 还有其他一些人 有的描述 你有一种 Webb bins底输 这一种 我给你买了 这边 小蝶 我给你买了 正好